大家好 我們帶大家來看107年指考生物題的多選題 我們直接看單選題來看多選題 多選題的話呢 我們看到這邊利用生物處理環境污染物的敘述 那這個當然我們可以把它當作 它是在考這個微生物啊 然後再考一些簡單的遺傳工程的概念 但是你也可以說 它其實是在考運用生物學 也就是一門好像不會考的科目 可是其實它大概又不希望大家這樣覺得 所以它就放一些東西進來 那如果你有好好念應用生物學的話 這個應該是在第四章生物科學環境 那但是其實也沒有關係 因為應用生物學反而就不開始考死定的知識 不過說是這麼說啦 我們趕快看題目比較實在 所以從這裡來看的話 生物處理環境污染的敘述哪些正確 那跟它在吸收污染物質時 生長慢就不對了 因為我們希望這個植物呢 能夠從土壤裡面 它不是本來就能夠 這個根就會從土壤裡面 把無激藥分吸收下來 那當然很有名的以前有革命的事件 那當然前陣子似乎有一點新聞 那但是呢 它既然會把污染物吸收起來 在自己的植物體內 那我們其實用這個方法 就能夠幫我們 把環境當中的污染物給處理掉 所以從這裡來看的話 我們如果要利用 那它當然不能夠生長慢 那至於它的根性是淺還是深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們希望它更性快 長得快又廣 所以就能夠很快的 把比較大範圍的這個土壤當中的污染物給清除了 所以這個我們就發表 然後接下來的話 那你如果說環境當中有一些東西是我們不喜歡的 那就一個整個自然循環的角度來看 當然到最後都是分解者 也就是主要是細菌跟黴菌來處理 所以其實利用污染物來 利用微生物來處理污染物 對本身就是一種自然的方式 這是對的 因為在自然界當中物質循環到最後 要把它分解回到環境當中 本來就是靠微生物 那接下來的話 這個我想一看就應該知道要來好不好點 對不對 因為它其實就是說 看你是不是完全的不了解 然後就對基因工程莫名的恐懼 他說這個改造的微生物啊 會造成兒子污染 其實沒有這樣 很多污水跟很多這個污水處理場裡面的污水 要處理的過程 或者是環境當中利用這個生物來幫忙處理一些污染物的話 其實都是經很多都是經過基因改良的 因為這樣的話 它比較能夠符合我們的需求 分泌比較多的酵素板東西給處理的 所以其實這個是一個腸痛的方法 它沒有會造成什麼二次污染的這種習慣說法 那另外的話 初選上也很好玩 它這幾題目就直接說 通氣的儲物系統當中 那你既然是通氣的儲物系統 那當然就不適合是驗氧微生物對不對 因為你通氣的話 一般的氣裡面有很大量的氧 所以其實你既然已經說了你是通氣的人 當然它就是耗氧會比較適合 來接下來我們下來看 那植物會受生長限制 所以其實處理起來的話呢 不如其他方法換這個是對的 因為你如果其他的方法 例如說你直接把它刨除 你如果夠厲害 把那些不染的土全部挖起來 或者說你噴藥劑下去 假設海邊有油污污染 你直接噴藥下去 那當然這都是非常快 可是你能夠撈多少 你能夠挖多少土起來 你能夠撈多少污染的海水起來 你這樣子噴下去 難道你不怕對環境的傷害更大嗎 所以其實很多的害處相權之下 只是用生物的方法來幫忙處理 它其實真的是比較慢 所以不如其他方法快 但是其實是一個比較環境友善 是一個比較安全的處理方法 所以我們說這一題喔 如果你有好好的把應用生物學 當作學科來念 那你可能這個學上就很OK 這個題目就很OK 那但是如果沒有其實也沒有關係 不需要再擔心 好我們繼續往下看 那這一則的話呢 其實非常的麻煩 那它其實就是講到 它有這個三種蔬菜的種子 然後接下來呢 就進行這個發芽的測試 以及跟光照時間的關係 所以其實從這來看的話呢 它其實簡單來講 它就是在考這個 它就是在光州期 那光州期大家不要想說 它不是只跟開花有關 其實跟種子萌芽也是有關係的 所以呢 你如果覺得 種子萌芽比較難理解 你就把它想成是光州期 就是一般植物的光州期就是 所以從這來看呢 你會發現 那這有三種植物 我不知道怎麼會不會太低 不知道看不看 所以這有三種植物的話呢 這是X植物 然後這是Y植物 然後這是Z植物 那從這來看 Z植物似乎不同的處理 它的這個發芽就是超過 比較像是中性日照植物 似乎跟光州期沒有關係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三個bar 就是三個長條 分別就是甲乙丙 這三種不同處理的方式 那甲的話呢 白光14小時 黑暗10小時 你這樣看起來 好像白天的時間比較長喔 枝照比較長 那它開花了 莫非它是長枝照植物 這樣子 你這樣想就被騙了 因為它到底是長枝照還是短枝照 不管是開花還是萌芽 它的重點 並不是把白14跟暗的10來比較 不是 而是跟自己的標準來比較 所以呢 老實說我們從甲學降喔 其實你無從不得知 它到底是喜歡怎麼樣 對不對 那沒關係我們再往下看 你的話白光14小時 接下來重點就來了喔 我們講正常的處理 標準的處理是 直接白天被列完 那但是後來發現 要來偵測這種光周期的感光色素 叫做光明素 我們以前叫植物色源 那這個光明素它照光之後 會有不同形式之間的轉換 所以呢如果我們給它直接單純的 特定波長的色光的話 它會馬上的轉換 所以從這來看的話 我給遠紅光 然後給紅光 所以給遠紅光會轉換 給紅光又馬上轉換 所以大家也知道嗎 做這種題目要直接看最後 最後的處理是什麼 就會留下什麼 我是說給它特殊的紅光 或遠紅光 那給它紅光 而且四小時的時間 絕對是一個夠長的時間 所以呢 這個一開始你做出來 叫做這個phitochrome 植物色源 然後呢它喜歡吸紅光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給它叫做pr 可是吸了紅光之後 紅光就吸夠了 就不再吸紅光了 就喜歡吸遠紅光 喜歡吸紅光的叫pr 那喜歡吸遠紅光的呢 就叫做pr 所以這邊就是喜歡吸遠紅光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 這邊是紅光 所以呢 c的紅光會變成pr 所以呢 對x來講的話 你的處理是白光 不重要 對不對 製造型不重要 遠紅光很重要喔 可是後面有紅光 所以我們要看最後 最後照著紅光應該變成pr 結果呢 它的開花率 當然有人這一題講的是萌芽率 所以呢 它的萌芽率反而降了 降到最低 降到最低 所以表示什麼 它的萌發與否 會因為pr 的存在而被抑制 那麼它是個短肢角質 或者叫做常業質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大概知道這樣 那這一題還有一個很討厭的東西是什麼 這一題有一個很討厭的東西 對大家來說 那時候比較困擾的就是 搞一個綠光要幹什麼 對不對 搞一個綠光要幹什麼 它的綠光佔景都很後悔了 是不是 其實我覺得沒那麼難看 但重點不是這個 重點是在綠光是什麼意思 綠光的意思是大家要知道 因為pr跟pr 在綠光都沒有明顯的細光變化 所以其實呢 簡單來說 綠光就跟沒有照一樣 因為綠光這個波長 對pr跟pr來講 它都不會吸收 它們的吸收波在這邊都是降的最低 所以呢 兩個對綠光都不會吸收 都沒有西光的風質 所以其實綠光就跟沒有一樣 你就當作它是沒有 所以呢 它的影響就是照了紅光 因為這個就當作沒有 沒有處理 它就是一個沒有處理的狀態 對它pr或pr的影響 是沒有影響的一種處理方式 所以我們就看pr 所以我們剛剛講 因為照了紅光 它會轉成pr 會抑制它能量 那這個丙呢 丙是照了遠紅光 剛剛我們說的 綠光當作沒有 對不對 這個清除時間線 這個就把它打掉了對不對 打掉 所以呢這邊遠紅光 遠紅光 照了遠紅光之後會變成pr 既然它pr的存在會抑制 那麼pr就會促進 你看得不起來 丙的這個開花率 後部發芽率 對不對 衝得這麼高 所以我們知道了這件基本概念 來我們開始看題目囉 那我們直接看題目的話呢 我們再看一次 下一個哪些條件 可以這個促進x 我們只看這一個 促進x 書在種子的發芽率 打六成以上 當然這個圖一看都很明顯 但是我們一般開花率是抓50 你知道 不過沒關係 因為這個圖是考試的題目 所以都非常的典型喔 所以這是沒有問題喔 那我們往下看 只處理紅光14小時 跟黑暗10小時 那有沒有說 紅光就視為白天 14小時再黑暗10小時 那不就跟假處理一樣嗎 假處理OK啦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最妥當的 就是穩當的選項 我們就把它選了 接下來第一選項 處理綠光 剛剛就說了 綠光直接化掉 就沒有一樣 因為兩個pr跟pr都不會吸綠光 對它們的形態是沒有改變的喔 所以接下來黑暗10小時 哇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既然沒有 所以它的黑暗10小時 是不是跟上面一樣 所以跟上面一樣 表示什麼 表示它是會萌芽的 它是會萌芽的 來接下來往下看 剛剛已經說了 都在上一個 大家注意的 我們用這個x來講的話 就是說它其實pr的存在 會抑制它開花 所以呢 表示它是什麼 它是短日照植物 它是短日照植物 那麼它呢 就不喜歡照光 而且剛剛也說了 它是屬於這個 剛剛兩個都講的 就在重複了 所以其實這個的話 連續照光都沒有黑暗 這樣子它就不喜歡 連續照光的話 就一大堆的pr 一直它萌芽 所以這個就把它化掉 那反過來講 那如果是暗呢 那麼暗的話呢 pr就會慢慢的變成 慢慢的變成pr 那pr的話呢 會出進來 就是沒有什麼影響 沒有pr來抑制它開花 我們講pr會出進來開花 是不對的 因為有生理會心的是pr 所以沒有pr來抑制它同樣 所以基本上呢 全量不行 那麼全案就可以了 對不對 全案就可以了 接下來一群人講還沒完喔 遠紅光六小時 紅光六小時 然後交替出力兩次 其實你不管它出力幾次 就是看後面 所以呢 紅光紅光 遠紅光紅光 所以到最後剩下來是什麼 到最後剩下來的是 是紅光 那紅光就會讓它變成pr 剛剛已經說了 pr會抑制它們的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長成 紅光 對不對 紅光有沒有 最後是紅光 那這是以對下的 這個這麼低 對不對 所以呢 不是我們要選的 所以你只拿來我們選的 abd 這四個選項 來再往下看這幾個題主題喔 還沒完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這些特性的描述 哪些是正確的 哪些是正確的 然後看一下A軸項 皆由光米素的活性就化掉 為什麼 因為我們看到z 對不對 就在這麼邊看一下 在z的話 我們是不是就看見 對z來說的話呢 有沒有 你不管哪一種處理 它的萌芽率都不到一半 所以我們認為 它應該是這個中性日照主物 所以影響它萌芽的 應該跟光線無關 自然跟光米素的活性無關 所以我們就把它花掉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看 排除溫度的影響 OK囉 對不對 因為z的話呢 溫度有影響 所以我們現在不管溫度 我們來看一下 冬赤 這是不是算是學測 第一科的觀念進來 冬赤的話呢 就是至冬 對不對 就是夜最長的時候 那麼夜最長 所以應該基本上來說 能夠保證它有達到短智照 就是長黑暗 它的意思是要這樣子的影響 因為我們剛剛不是說嗎 x的話 它比較像是什麼 比較像是屬於短智照 比較喜歡是短智照 是喜歡長黑暗的 所以冬赤非常的符合長黑暗 所以從這來看的話呢 所以它應該是屬於怎麼樣 應該是我們冬赤的話 就是屬於長黑暗的主力 所以長黑暗的主力的話 那麼它的抹壓率是高的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的話 糟糕 它的抹壓率會降成這樣 然後發現 z 的反應比較高 所以從這邊來看 反應p9像是對的 p9像是對的 所以其實我們剛剛講到 因為我們用x來看的話 有沒有發現 它用紅光處理 用紅光處理 紅光處理之後的話 會變成什麼 會變成pfr 對不對 會不會寫得滿足的 紅光處理之後變成pfr 會變成pfr 那這個pfr的話呢 我寫字 我們看 對不對 對x來看的話 紅光處理之後呢 紅光處理之後 它會 C的紅光會變pfr 哇 萌藥力這麼低 所以表示什麼 表示它是 萌發與否 會被pfr存在的地質 那麼這個的話 就是屬於短暗 或者你可以說 不喜歡紅光 紅光代表白電 所以不喜歡白電 所以是短制造 就是長黑暗 那相較之下呢 對y來說 對y來說的話 它是屬於什麼 紅光處理之後 哇 萌藥力很高耶 對不對 紅光表示什麼 紅光表示白電 所以它是喜歡白電的 因此它是屬於長日照 那麼就喜歡短黑暗 那冬至呢 冬至是屬於長黑暗 所以呢 長黑暗的植物萌藥 那麼普通的植物萌藥力 比這個萌藥力還高 所以這個手上去 對的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看到這邊 它講的是什麼 它講的是種子萌發 可是呢 一般來說 生種素跟種子萌發的關係 是很低的 我們沒事不會談到 生種素跟種子萌發的關係 所以這個手上應該是沒有 把它化掉 然後接下來看一下 丙處理 那丙處理的話 我們剛才說過 這個綠光當中沒有 就把它化掉 所以呢 遠紅光 那吸了遠紅光之後 會變成P 對不對 吸了遠紅光之後 就不再吸遠紅光了 就喜歡吸紅光 喜歡吸紅光就叫做PR 就叫做PR 你如果覺得很難懂的話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如果你很喜歡吃肉圓 可能你的醋味叫肉圓 對不對 你也喜歡吃洋芋片 你也喜歡吃巧克力 是不是類似架 所以你喜歡什麼 你可能會被叫做誰 所以從這來看 例如說 你很喜歡哪一個人 那你是他的粉絲 是不是類似架 所以會用你喜歡的人 來當作你的名字 所以 對這個來講的話 就把它記得 它其實這個 丙除力 丙除力的話 綠光我們剛剛已經化掉 所以 遠紅光 遠紅光 所以呢 吸了遠紅光之後 就不再喜歡吸遠紅光 因為已經夠了 所以吸了遠紅光之後 會轉變成PR PR接下來會變成喜歡吸紅光 會變成吸紅光 所以從這來看的話呢 它的PR就會比較多 然後對 所以這個選項是對的 對 好 來接下來看一下 這個Y種子 Y在這一邊 Y種子 那我們剛剛已經說了 對不對 它其實呢 這個PR存在會抑制它開花 但是PR存在會促進它開花 當然不是開花 講到幾次 是發芽 所以這個選項是對的 這個轉來講句 整個亂七八糟的 不過期望大家能夠抓到這幾個重點 我們再來看一下看 接下來看下一題 喔 這個一大堆題 之後一大堆題 這個題目有一點點複雜 所以然後來的這個答對率 不是那麼高 沒關係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從這來看的話 你是病原體Y 會聚集 並且會產生生物膜 這是一個很怪的事情 不過沒關係 反正呢 就一堆 你看這個樣子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夠 領悟到它應該是在畫一個細菌的模樣 然後一個改菌的模樣 然後旁邊充滿了這個線 對不對 好那我們不管 然後接下來呢 它會產生生物膜 阻礙抗生素的滲透 那我們就不容易拿藥對付它 那接下來呢 還會利用膜上的輸出蛋 來產生抗效性 所以我們會發現 哇那這個就麻煩了 你加抗生素下去 還有生物膜 阻礙抗生素進來 然後接下來呢 又會有這個輸出蛋白 然後來產生抗效性 所以這個會造成治療上的困難 接下來他們就發現 我用抗生素的同時 因為他就講這個圓圈加抗生素 你會發現一直都有圓圈 所以一直都是處在有抗生素的狀態之下 可是他已經有抗掉線啊 所以一般通用之下 你加抗生素是沒用的 所以後來呢 他們就發現怎麼樣 注射氏菌底X 可以恢復健康耶 怎麼那麼好 然後呢 他的機制從這邊來看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抑擊 也就是說 病原體Y 其實喔 我覺得出這個題目的 哎糟糕 我這個降得太低了 不過沒關係 我覺得出這個題目 到最後 這個題目出來 這個可能因為他們比較急了 重點比較放在微生物 或者醫療上面 他比較沒有注意到這個細胞的部分 例如說滲透這個詞 有沒有發現 他是把它當作一個一般的詞 不然滲透 我們嚴重來講 應該是水通過半透膜的一種擴散 對不對 然後另外的話呢 他也比較沒有注意到演化 我們怎麼會說 為了怎麼樣而發生突變 就是沒有這種目的跟方向的 突變是亂變的 是環境做篩選 不過大家我們看得懂他 為什麼要這樣寫 只是跟大家提醒一下 有沒有注意到 沒有注意到我們講的 滲透這個詞的使用 有沒有注意到在演化上面 正道的語法 其實是不應該這樣子來描述事情的 我們可以把它講成它就是突變 那但是呢 突變出了某一種特徵之後 讓它可以面出 視訊疊癌是對它的入境 應該是這種說法 不過這樣講起來不好講 所以大部分我們都會用比較簡單的方法來講 好那我們先不管這個 所以我們從這來看的話 這邊就講 為什麼它可以恢復健康呢 為什麼病原體突然能夠被我們處理掉呢 原來是因為 有沒有發現 這個我們把勢菌體丟進來 勢菌體有沒有看見會在這邊結的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叫輸出蛋白呢 輸出蛋白本來是幹嘛的 本來是讓它有抗和性 結果沒想到我把勢菌體丟進來 我把勢菌體丟進來之後 這個勢菌體看起來好像是 就是反而會利用這個輸出蛋白來當作專一性的結合 一結合之後 看到這個一結合上來 這個變成虛線 表示什麼 表示這個瓦解 只剩下兩個 而且最後它說什麼 跑路的生物膜也破掉了 對不對 而且接下來的話呢 來看到特別 欸這個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整個治療的進程到這邊之後 會變成沒有輸出蛋白呢 為什麼 就是因為它會被勢菌體處理 有沒有 全部都被勢菌體處理 掉在病原體的死光 那但是呢 沒想到它這個突變是不斷的在進行的 會被勢菌體寄生的死掉 所以它突變突變 欸突變出一種 不會被勢菌體感染 那為什麼好好的會不會被勢菌體感染 那就是因為 它的膜上的這個輸出蛋白 亂變亂變的結果 有一種輸出蛋白突變呢 不會表現的 結果呢 反而讓勢菌體沒辦法上來感染 這一種突變就被保留下來 可是沒想到 你看我們對勢菌好強 它逃過了這一關 逃不過下一關 為什麼 因為它剛剛就是用它的輸出蛋白來產生抗腰性 那結果呢 你的輸出蛋白會變成 勢菌體感染的受敵 那它突變了之後變成沒有這個受敵 沒有這個蛋白 也就沒有了抗腰性 所以呢 所以我們這個靠生素就可以把它給處理掉 所以這一個講的有一點點複雜 難怪達對率好像二十幾而已還是 我忘記了 反正達對率還蠻低的就是這樣 不過這是多選 多選的達對率本來就很難講 多選的達對率本來就很難講 因為這個講起來的話呢 就是這個多選的這個達對率 可能就是這個你要全對 因為它是分段給分 所以我們從這來看 有關這個勢菌體X的敘述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哪些是正確的 那我們看到這一邊的話呢 我們就會這個 不知道這個怎麼論 這個亂挑戰 而且我們來看一下 有關這個勢菌體X的特性 是哪些正確 那我們就來看的話 說勢菌體不會感染人類 對勢菌體反正不會感染人類 對不對 因為勢菌體的話呢 它這個是屬於這個 它的感染是具有專一性的 所以感染就不會感染人類 然後接下來 遺傳物質還有五端的端茂 五端的端茂 大家也記不記得 是mRNA在修飾的時候 然後才會出現這個五端的端茂 那勢菌體的遺傳物質是什麼 勢菌體的遺傳物質是DMA 至於的遺傳物質是DMA 所以其實它並沒有 五端的端茂這件事情 然後接下來會造成病原體Y的細胞破裂 這是對的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當侵入病原體時 會注入蛋白質不對 大家也記不記得 證明遺傳物質是DMA的實驗 有三個 最後一個實驗就是這個實驗 就是遺傳物質感染了細菌之後 它打進去的是什麼 它打進去的是DMA 對不對 它們用放射性酮溫素的流跟瘾分別 它就不要記 在這邊講到 侵入病原體Y時 注入蛋白質不對 它注入的是核酸 它注入的是核酸 它不是把蛋白質注進去 好 接下來的話呢 需要辨識病原體Y 這好像太低了 沒關係 這個需要辨識病原體Y的輸出蛋白 才能夠起訴 對 我們剛剛就說了 它需要這個辨識病原體Y的輸出蛋白 它就是感覺像把這個輸出蛋白 它都是站在輸出蛋白的地方 把它的輸出蛋白當作是病毒感染的受毒 所以才會有接下來的 它突變了之後變成沒有這個受毒 也讓它的這個抗腰性也就消失了 所以它就能夠讓病患回復性 好複雜的題目喔 對不對 好複雜喔 我都不知道你這樣聽下來 能不能夠聽懂 怎麼樣跟你解釋這個題目 來看一下 OK啦 我覺得我講很清楚 不過所有當老師都這樣 都覺得自己講很清楚 來吧 我們再往下看 那下面的話呢 欸 還沒完喔 用這個視訊體X來進行系統的 策略跟相關敘述 所以是正確的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看 這個治療後 濕菌體X將無法自然增生 對 其實你就會看到 濕菌體無法自然增生 對 因為濕菌體發生什麼 它是屬於寄生的啊 對不對 它是寄生的 那你治療了以後 當然就是因為這個病原體Y已經沒有了 那它必須要感染到這個病原體Y 就要到這個細菌裡面去 然後利用細菌的酵素系統跟原料 那當然既然已經沒有 它可以寄生的速度了 所以其實它就沒辦法自然激生 然後就屬上去 對的 然後接下來的話 不要對這樣變了 哇 看起來好高級喔 就用高倍的光學顯示鏡 再高倍也沒有用 對不對 再高倍也看不到視訊 再高倍也看不到視訊 我們一般在實驗室用到400倍就很厲害了 你低個油改變它的折射率喔 用個油鏡 你能夠提升到這個600多倍 700-800倍 就已經超級超級厲害了 很厲害很厲害的大概可以到1000倍 可是我們一般 高通的實驗室 不能有那麼厲害的顯示鏡 那你就算1000倍 其實你也看不到視訊體啊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先不管這個 來 我們再往下看喔 好 那再看到的這個C選項 那需要配合抗神服 對 那大家有沒有發現它剛剛講到 因為我用了視訊體下去 那視訊體呢 它就會這個去找它的這個磨出蛋白 就是找它磨上的這個蛋白 然後呢來當作受體感染進去 那可是也就是它的這個蛋白 會導致它的抗傷性 所以呢 其實你今天用視訊體下去 然後呢它就會把細菌處理掉 因為這樣就已經OK了 可是病毒會突變 篩選出了不怕視訊體 可是它為什麼不怕視訊體 因為它沒有 它為什麼不怕視訊體 因為它已經突變 我看見這邊都沒有這個輸出蛋白 所以它變得不怕視訊體了 但是呢 它不怕視訊體之後 它也就沒辦法利用它的輸出蛋白 來產生抗傷性 所以它就會變成怕抗傷性 所以我們有一點換心 讓它要嘛就怕視訊體 要嘛就怕抗生素 所以其實它要抗生素的療程 然後再配合新的這個視訊體的療程 兩個一起下去 所以它會說它要配合抗生素 要配合抗生素 好 來接下來再往下看 當病徵開始改善時 應該立即停用 其實基本上嘛 這個講到醫療的 我們其實也不好看 不過我想 開始改善立即停用 這個應該一看 就有一種暗示 你要把它換掉 對不對 因為你只是病徵開始改善 你的病又還沒有治好 對不對 而且你又不知道你的一個正常療程 是要多久 所以反正就是這樣 醫生跟你說療程是要多久 你就要耐心的把藥吃完 特別是這個療程會牽涉到抗生素 抗生素不是不能用 而是不能濫用 而且在使用的時候要配合衣服 叫你吃完就是要吃完 整個療程要走完就是要走完 所以其實這有一點麻煩 好 所以從這來看的話 立即停用抗生素 不行 要把藥身走完 來我們先往下看 還沒完 因為我們可能會很好奇 我怎麼知道 你這個醫療的專業 我怎麼知道 搞不好它是新的療法 我怎麼知道 不是說它是一個新的抗試驗子的療法嗎 我怎麼知道 所以我們把它再看吧 後面 後面有讓你能夠比較踏實的把它化掉 然後我們往下看 停用抗生素 以免產生抗療性 對不對 這句話就非常的漂亮 為什麼 因為它本來就有抗療性 是不是 它是不是本來就有抗療性 它就是有這個 它有這個 魔素素蛋白 對不對 那個東西讓它有抗療性 所以它本來就是有抗療性 它就是這個抗療性 然後呢 我們再用濕菌體來對付它 然後呢 把有抗療性的把它篩選掉 抗療性的會被濕菌體感染 有抗療性的就死了 所以呢 它就變成對抗生素是有名感 除非它會再不變出更新的這個抗療性 可是它要對付這個抗生素 它有這個蛋白 可是這個蛋白會被這個濕菌體處理 所以呢 除非它能夠有一個全新的突變的方法出來 不然一般來說的話 它本來就已經有抗療性 我們甚至也就是說 我們就是利用它的抗療性 然後再用濕菌體來處理它 所以這是一個複雜的選項 好來沒關係我們等一下往下看好了 來接下來你會發現 E選項這個 可以單跟A選項很類似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A選項我們說它無法自然增生 對 那它這邊就是說可單獨在人工培養肌 不行 為什麼 別忘了 我們剛剛說A選項是這種觀念很像 因為它們是屬於寄生 寄生 所以呢 沒有寄生 它無法自然增生 人工培養肌也是無法寄生 所以它沒辦法單獨 那我們就把它劃掉 所以A跟E的概念都一樣 雖然說一個選項不選 改靠的概念就是它是寄生的 它沒辦法自然增生 沒辦法單獨在人工培養肌 好我們剛剛往下講了 分點要不要當狀 而且我們比較最近的眾生怪怪 我們比較大以前會第一段不舒服 來把它往下看 那這個題目其實就是比較 就是你會就會不會就不會 然後這個就比較沒有什麼需要 討論跟思考 偶爾出來一些這樣的題目也不錯 就是你書念的OK一點 記的多一點 分數之後拿的比較穩 其實也很成功不好 一大堆太多推理的 太多不確定性可能 我覺得反而不是很大的 然後看一下這一遍 我是老派的人 我這種人就是不受歡迎 然後我們來往下看 這個先天遺傳的疾病 對從這來看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個 那畫的都覺得怪怪的 這個類共識性關節炎 其實它是有一點點 遺傳的那種感覺 那可是為什麼要把它畫掉 因為它畢竟 它是一種後天靈異 然後呢出來的一種 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誘發它 很多人小時候也都好 然後呢不知道什麼狀況之下 那突然的 我們俗話說就是改變了體質 對不對 你不知道為什麼篩選出了 這個這個 有人是比較年輕發病 有人是比較年輕有一點才發病 那發什麼病 就是它出來出現了 莫名其妙的抗體 然後呢看我們身體的組織 不高興然後就處理它 就找安排 所以呢 這個不好玩是把它 歸在這個自體免疫的疾病 那感覺它跟遺傳是有關係的 可是它的模式不確定 而且它我們說過 它還需要 後天的專一性防禦的表現 那什麼時候會出現 這種莫名其妙的抗體 來讓自己會出現這種自體免疫疾病 也沒辦法出了準 所以呢 我們就不會把它 歸在先例的遺傳之內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看 麻疹是麻疹病毒 這個A子是HIV 都是被病原病感染的 所以呢 化光了剩下癢 粉紅尿症 就是它沒辦法好好的處理 本品酸酸 然後接下來會變成 這個 這個尿當中會有一些粉紅的成分 所以就可以叫做這個粉紅尿症 那很多這個 超糖無糖果香糖 超量無糖果香糖 上面會有糖 粉紅尿症患者不易使用 它是屬於提染色體 這個隱性的遺傳經驗 那這個 這個舞蹈症 這個Huntington Disease 這個也是 這個是屬於 這個有病的話 它的遺傳機率非常高 因為它是屬於提染色體 顯性的遺傳經驗 所以呢 這應該 這一個就是 就是一看就是勾了 就是這樣做 好 OK 那我想B跟D的話 大家應該會知道 它是個病人的概念 好 來接下來我們來看 喔 又來個題目 又來個圖 這一面的圖感非常多 那它已經講的是這個 圓和生物 我們看看等下 等選項有沒有關係 那回答底 跟mRNA的複合體 簡單來講 就是在一個轉移的過程 好 那甲乙米的話呢 就是MRNA上面的幾個位 那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說的證據 好 那它這邊就講到 這個可在 好 可在細胞域中觀察 對 因為這個轉移蠻 就會在細胞域 不管它是不是原核生物 對 轉移蠻就會在細胞域 那它既然它是原核生物 都在細胞域 它也沒有細胞域 所以這就是這樣 是對的 然後接下來的話 這個複合體組成 不安股 我們看看 怎麼會 當然 你看 就是這樣在打中 然後如果講太慢 這樣很不好意思 現在要打個中 就表示十分鐘之後 會再打一個中 不好意思 這個 這一段時間 如果 想說這個 不像以前的 烤乳敵那麼烤乳 它是稍微細細一點 所以 你就慢慢講 慢慢講 你就講很久 所以現在跟大家 十分鐘之後 會再打一個中 有沒有 我們剛剛說這個 一一的聲音 很難過 好啦 我們跟它往下 好 那我們往下看的話 這個 這個壁卷讓我們把它花掉 這個複合體的組成 不含五彈糖 為什麼把它花掉 因為它含五彈糖 那五彈糖呢 當然其實我們 就生活上來看 最常講的 就是核打跟去核打 它會扣球核酸 那我們這個複合體的話 它會有什麼 這一條線它說是mRNA mRNA 然後呢 這個 後面這個圓圓形的 這個背景 這個叫做核糖體 核糖體有rnA 那麼這一根叫mRNA rnA跟mRNA 都是核酸 都是屬於rnA 然後呢 都是核酸酸構成 都有磷酸 五彈糖和氮菌 那它的五彈糖是做核糖 所以其實它說它 不含五彈糖是錯的 mRNA跟rnA都有 所以它當然是有含的 現在再往下看 在假的結合位 假的結合位 假的結合位可以關閉到多塊鏈 不對 其實一開始有時候 不要講得太複雜的時候 早期這個 課本曾經只有1跟0這兩個 沒有把它假化出來 那假這個結合位叫做什麼 假這個結合位 叫做e side 叫做e位 這個叫做e位 那這個e是否哪一個字呢 就是這個出口 這個就是出口 這個字就是出口 這個是exit 就出口這一個字 所以假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trnA在這邊 然後本質要走開 就是一個代退的位置 本質要走掉 所以呢 假這邊不會有多太電 那多太電會在哪邊呢 多太電會在 因為e這個位置 就叫做p位 p 那就是這個poly peptide 就是多太電 所以e的話 才會看到多太電 來接下來再看到 核糖體會沿著釘 就是mRNA 這個沒有問題 所以右移動到左蛙 那這就不對了 因為呢 轉路 還有半保流的複製 我們說它都是5到3 所以轉路也是5到3 所以它應該是5到3 5到3 所以應該 這點應該不會是靠左右的 所以它其實是從這個 左端 然後右轉 好 接下來我們再看一下 在頂的位置 那頂的位置的話呢 讓我們來講完 這個是1 這是b 然後這個呢 這個是a 那a是什麼意思呢 b我們說是多太 b是出口 a的話就是氨基酸 阿密的話它是 a的話是氨基酸 所以這個a的話就是氨基酸位 氨基酸位的話在這一邊 這邊有多太戀 會跟這邊就會形成太劍 然後接下來有個胎基轉移的 再把這個太 這整個從乙上面拔下來 然後就會免在骨上面 然後接下來它持續的往三段移動 然後那個角就掉了 然後呢 原本在乙就變成在降 就原本在p位就變成在1位就降 所以呢 丙的位置會進行太戀的間解感一對 就是會形成戒指 你可以說就是在乙跟乙中間 就是乙跟乙之間會形成 所以它這樣假的沒有 對 這樣也OK 所以你這樣就把它可以選擇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往下看 這個植物對環境刺激的 反應現在哪些正確 那a選項其實我覺得很麻煩 因為它這邊講 金的背地性是生長出 E是植物背地側 大家覺得什麼叫背地側 來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我們把一個植物的資料 它基於複雜的原理 你當然可以把它理解成是 地形的地 可是其實似乎不是 而且你可以想 你可以想看生長出 它是什麼顆粒狀的 或者是什麼大分子的東西 它會受地形力的影響啊 它搞不好在容量當中 分子時間互動的力量 對它的影響比地形力都要大得多 是不是 好那我們不管 不要管一些我不會的東西 好反正我們就是這樣 對不對 我是要打點的 對 所以我們把一個植物背 然後呢 生長度在下面的濃度會比較高 那高濃度呢 對根是抑制的 所以上面不被抑制 上面長得壞 所以根的部分就會往下長 那高濃度的生長度對金來說是促進 所以下面多 下面長得壞 所以就會往下壞 那因為下面是地 對不對 這邊是地 這邊是地 所以它不是向著地 而是背著地 所以這個叫背地形 好啦 它這邊講背地側 那你會不會很想說 它是抑制植物的背地側 對啊 我這邊長得慢 抑制啊 這邊長得慢 是促進啊 對不對 結果不是啊 不是 當然定義是在於什麼叫背地側 你覺得什麼叫背地側 是上面叫背地側 還是下面叫背地側 今天不管這個 所以從這來看 我們如果把定義成上面是背地側 上面是背地側 所以呢 它是不是抑制背地側 你不要想說每個人像是 但是沒有 它是促進下面 對不對 它是促進下面 可是 你說這邊叫 這個叫向地側 促進向地側 可是它是背地長 所以我才 我剛才講 欸選項目你看到嗎 現在問你第一個問題就是 什麼叫背地側 什麼叫背地側 所以我覺得 很麻煩啊 它可以改一下嘛 有時候出題目的時候 就想到哪有用 就是這樣嘛 你可以把它想成 靠近地面的 或者是比較遠離地面的 就是這樣 貼著地的這一側 背地側 或向地側 好 算了 當作我有病了 對不對 所以從這來看的話 生長素它並不是抑制背地側 而是促進向地側 促進 因為它這邊的濃度 高 這邊的濃度沒有特別的明顯 所以它對上面的這個背地側 是沒有什麼影響的 OK 那我們就往下看 那寒修掃會往手碰出的方向 如果你都很乖 如果你都是這樣子去碰寒修掃 然後一碰 一碰它就合起來 你當然會覺得 對啊就是我手碰它 可是沒有啦 這個題目是講給調皮的人看的 就是你給它到處亂摸 就寒修掃你給它到處亂碰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怪孩子 你認為手碰的方向是這樣碰 然後它是這樣碰 你就會覺得這選用不對 可是沒有 就是寫一個調皮的人看 就是我那五亂碰 所以我不要講的一條事 我們趕快來講 那個時間一直在過去 而且不是說等一下要打中 所以其實從這來看的話 它不管你碰哪裡 它小頁都是往上臂 然後最後整個都往下穿 所以是不管你碰哪裡 不管你碰哪裡 它全部都會往上臂 然後整個會往下穿 並不是說你碰哪裡就往哪裡臂 它的意思就是這樣 好來接下來我們一下看 那這個藤蔓經接觸木桿面的細胞 是什麼東西 好來看它有一個木桿 就是碰到的那一側 接觸的那一側呢 會長得比較慢 所以從這來看 這就是長得像觸性 假設這有個東西 後來這樣碰到 然後碰到的這邊會長得比較慢 這邊長得比較快 所以長得快就會這樣造 所以就會產到它 所以就會出現這個像觸性 所以這個像觸性 你有沒有發現 A跟C的描述很像 可是呢 一個不能選 一個就不能選 為什麼 因為他說他有抑制 他有抑制嗎 其實他沒有去抑制 我沒有抑制你我只是促進別人 那這個呢 這個我說他會長得慢 對啊 他長得快 相較之下去你長得慢 我沒有講出竟然是抑制啊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抑制被逆側不能選 可是呢 你不喜歡的那一側長得慢 可以選 這個有點討厭 好啦 我們趕快再往下看 這個是可以慢慢講的 如果你沒那麼耐心的話 你看 我晚一點會再波的那個快速解釋 我們這個本來就是慢慢講 不過變成再抬槓也不好 來趕快往下看 這個夜會感受水分逆境很好啊 但是重點喔 不要想說 逆境的話 這個茉莉酸水羊酸 這個促進氣孔拍地的激素 應該還是這個 應該還是這個 離素啦 應該還是離酸酸 他說是茉莉酸是不對的 這個就把它花掉了 來接一來到我們下看 缺氧的時候會有通氣組織 而這個通氣組織呢 是比吸造型不對 這是對的 通氣組織講的有點難聽 就是一堆細胞會死掉 然後死掉之後就會空掉 所以經典的就是食物被水淹了 然後它就會有一些細胞就死掉 然後你就比較能夠有這個空氣 能夠運生 運輸到植物的泉素 或者運到根部去 所以其實這個選項是對的 然後趕快再往下看呢 我們這樣講太慢了 趕快往下看 那從這個看的話呢 我們就會把解 那這個下方的曲線 對應上方血管的部位測出的數據 然後我們看哪一些 這個兩側變數的特性 跟這個曲線是比較接近的 那當然你就會變得一直在說別人 然後就是 我剛剛講的做出題網 你會想當然爾德正為這樣的去思考 那如果剛好考生跟你靈犀相通 那命氣就好 可是我們的重點 不是要跟出題者靈犀相通 我們的重點是要懂他在考捨 所以出題者也一樣 自己要注意 不要犯了小當然爾德的錯誤 那一定是這樣想嘛 沒有為什麼 來我們看一下 尤其是血壓 血壓應該沒有問題 因為這個我們很常講 那血壓呢 當然最大的血壓的動力來源 一開始心臟說說血一噴出去 所以動脈的血壓一定是最大的 然後慢慢一直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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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真的是令人崩潰的生命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會這樣 對 這個真的是令人崩潰的生命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會這樣 對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其實有一點點麻煩 為什麼說有一點點麻煩 因為我們不知道他問的 像血壓我講的比較沒有問題 但是接下來的話 我們不知道他問的是 所有的動脈 所有的微血管 所有的靜脈 還是我挑一根動脈 挑一根靜脈 挑一根微血管來做比較 因為他這個講是 這個對方上 對應上方血管各部位 什麼叫做 對應上方血管各部位 因為從這組來看動脈就是一根 靜脈就是一根 靜脈就是一根 血管是很多根 所以我要把這一根 跟這個好多根加起來 然後再跟這一根來比嗎 感覺上好像是這個 但是又好像不是 大家如果有機會聽別的老師講解 或者是你去看很多參考書 他後面的講解的話 也是一樣 有時候是只講一根 有時候是講所有 所以這是很麻煩的事情 我們來按血流量 那血流量的話 當然你說 這個基本上血液 它會越流越少 為什麼 因為從小動脈端到微血管端 會有部分的血漿 會到外面去 會變成阻止液 所以接下來有一個 淋巴循環系統 要把阻止液給回收 當然它還有額外的免疫的功能 但是就循環來講 它就是回收阻止液 所以它的血流量 血流量不會是一開始少 然後它微血管變多 沒有 微血管這邊的話 血流量會流出去 那但是呢 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血流量 它講的是什麼 單一血管血流量嗎 如果是單一的流量 那它是不是跟它流數有關係 跟它的截面記有關係 你會從物語的角度來講 這個很複雜 但是你如果就單一根來講 你應該說 微血管這麼細 裡面的血流量一定少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要全部加起來的話 你一定會覺得 不是應該一樣多嗎 或者會越來越少 總之不會是這個樣子 總之不會是這個樣子 來 接下來氣體交換 原來這個就OK了 為什麼 因為動脈跟靜脈 都有比較多的結體組織跟平滑劑 所以它也不容易更快接觸物質交換 所以不是只有氣體而有 一般來說物質交換就是在微血管 所以微血管 這個我看起來是高的 而且高別人很多 這個是非常明確的一個答案 其實我們再往下看 紅血球舒服它又來了 我到底是講一根還是講全部 那我如果只講一根 紅血球一根是最少的 它跟人家比怎麼比得過 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個就難化了 這個就難化了 那另外的話呢 它有時候可能不是講一根 它可能是講全部 那就算它是講全部的話 我們剛剛說血將會滲出去 成為主之一 紅血球也是不會滲出去 除非你流血 可是那不是正常的狀況 我們都討論那一道 所以其實一般來說 你如果只用一根血管來講 微血管的紅血球數目一定是最少 那但是如果你就所有的 這個微血管全部加起來 跟大家來比较 它的數目應該也不會有明顯的變化 不至於會有這樣子的 所以我才會說 這個理論有一點麻煩 像我一開始不是講的 當然也是因為它在B的關係 我就講一些不是太重要的話 不是說有時候出題的人會想當然而 接聽的人也會想當然而 但是考生反而想的很多 你在考試的時候 哇 草木皆兵耶 對不對 每一個都很緊張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出題的時候真的要多 幫緊張的狀況之下的學生多做思考 而且能夠多做一些複雜的 跟廣泛的思考的同學 通常都是書念的比較多的孩子 所以我們其實是要多照顧他們 多照顧他們 好 那我們再往下看 這個總結 總表面積 其實我覺得總表面積很有意思 因為我的書的話呢 是寫的叫做總結面積 這跟流數有關係 解面積變小了 血壓壓力會消沈 就像一個水管捏它 解面積就變小了 然後這個力量會噴出去 你不捏它你的手檔一樣 你不要說你捏它會增加周邊阻力 那我不要捏 我只要把那個水管用拇指把它擋住 它也會噴出去 好 那我們先不管這個 那不管是總表面積還是總結面積 你有沒有發現 這一個選項很明顯的 你就不能只看一根 你如果只看一根的話 那這個選項你就不會選 對不對 因為你說總表面積 那個微寫管那根 你怎麼跟人家很大根的來比 而且我剛剛說了 如果書寫是總結面積 它管的是那個結面積 它管的不是表面積 所以你如果是細管子一根 它跟粗管子一根 你就會拿一個結面積大 你就會拿一個表面積大 但是呢 這一題它應該不是講一根 而是所有的加起來 微寫管雖然很小分 就是全部加起來 你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這邊 全部加起來微寫管的總結面積 或總表面積是大 所以這一點 我想請這樣子 那當然是那一句話 你到時候快速寫題 你就不會這樣 會發出財力大 不過我們也太慢 趕快衝啊 好我們來看一下 神經系統中神經登附的示意 我們開拆再續續 其實正確 所以從這來看的話 它奇怪喔 它是不是在講 你看喔 什麼玉紙頂是釘的兩倍 它的意思是不是 會讓你誤會 你以為是要兩個 一起把工藝灌給它 它才會爆發 沒有這種事情 那就是圖柱上面 比較複雜的部分 軸圖末梢本來就是輸出 軸圖本來就是輸出 然後速度跟短比 本來就是輸入端 本來就是這樣子 所以從這來看的話 你會把講 我講的講的天都黑了 有沒有跟大家說過 這個就像後面一樣的 一直在研究這個光明的變化 跟原畫面的情形 那當然我臉黑是無所謂的 這也不是什麼看好看的東西 重點是在於 把這個看清楚 好 不管這個支援 然後我們要往下看 所以其實浴植是一樣的 剛剛浴植都一樣 什麼一倍兩倍 都一樣 然後接下來 引發比跟釘產生神經衝動的摩電位 其實好好玩 產生神經衝動的摩電位 不知道他有講什麼 就是浴植嗎 就是產生動作電位 神經衝動動動作電位 所以有沒有發現相似是對的 他說什麼兩倍 不過這也變得類似的概念 考驗比較不好 沒關係 我們再往下看 那甲跟乙的話 他這邊已經講 這個訊息傳遺的方向 所以他會有可能是甲 傳給丙 也可能是乙 傳給丙 當然乙也可能傳給丁 對不對 所以呢他們都是他的 弧柱前神經原 是對的 對 來再往下看 納離子對丁的西方膜 另外不具有影響力 怎麼可能 納離子跟假離子是最重要的啊 對不對 好不好 綠離子 鈣離子都會影響 基本上離子就會影響 只是他的數量的多寡 跟他上面的通道的分布 然後最重要的當然是納跟假 所以當然有影響力啊 然後接下來 這種神經原的相互聯繫 是中初神經專有 其實我覺得這個選項很討厭 就連我看他這個選項 我都會想很久 什麼叫做 這種神經原的相互聯繫 什麼叫這種神經原相互聯繫 那如果你要講的是 神經原與神經原之間的相互聯繫 那這個選項就清楚多了嗎 你要專一的講這種神經原 這個就很討厭了 而且你的老師說 這種神經跟神經之間 有複雜的聯繫 本來就是主要在中初裡面 本來就是中初一個很大的重點 他就是一個很大的重點 一個寫條的中書嘛 對不對 那周邊呢 他出去就出去 回來就回來 所以其實喔 我們就說 連我都很遺忘 那當然啦 他其實根本沒有我們想那麼多 就像我講的 比如說考生反而是很認真 那看林波的時候 我也類似考生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反而會花很多心思來想 你到底在問什麼東西 結果呢 我猜他根本不是問 這種神經原的相互聯繫 不是 他問的只是 神經原跟神經原之間的相互聯繫 是不是中初神經混亂 當然不是啊 周圍也有突出啊 對不對 所以所謂的這種神經原的相互聯繫 我想講的應該就是突出 有突出前神經原 然後呢 會改變突出或神經原的能量定位 所以他想講的應該只是 會形成突出這件事情 那你想想看 體感覺進來 是不是會有背跟神經結局 那邊是不是會有形成突出 對不對 然後就是 那邊會有細胞本體在那邊 不是形成突出 會有細胞本體在那邊 然後接下來再進來 但是重點是在哪邊 出去的地方 另外有神經結 剛剛這個是不是有個細胞本體 感覺神經原像 細胞本體在這邊 然後再進來 接下來下一個有細胞本體 剛剛中央裡面都是細胞本體 周圍的細胞本體哪邊 交感神經結 你有沒有發現 因為你如果自己感覺進來 然後呢 運動再出去 例如說我現在手回來回去 對不對 像這種的話 他在周圍有沒有形成突出 沒有啊 沒有時間突出 除非你要認為什麼 除非你要認為受氣跟感覺之間是突出 然後呢 運動神經原跟動氣之間是突出 可是 受氣跟動氣不是長這樣啊 所以不是 不是正常神經原啊 對不對 所以其實很麻煩 那既然這樣 你為什麼把它劃掉 我剛剛有稍微看一下 就是進來的話呢 非根神經結 只是一個神經結 它是細胞本體 但出去有另外一個神經結 而且它不是提神經系統 因為提神經系統 從這個脊髓出來之後 一根就倒了 就到它的動氣去了 那但是有什麼 有次律神經啊 不是有膠感跟副膠感 它不是會換一條神經原再出去嗎 那邊會是人突出的 然後我們高中沒有仔細講 我們交換到附近 有很多複雜的出去 所以其實 哎 我不喜歡這個選項 好 夢裡心 好 來我們趕快再往下看 來 往下看啊 整部彎囉 從這個來看的話呢 動物學環系統的敘述 或者中間 欸 我不知道我們的基礎 是不是這一題啊 是不是這一題 好像答對率最低的 沒有忘記 好 沒關係啦 好像是 最低的是十幾人 就是一大堆 那講了一大堆的東西 我忘記是不是這一題 不過這題的答率 感覺不高 是不是最低我也忘記 那我們來往下看 好像是 我們來往下看 你看有動物循環系統的敘述 現在哪些正確 我們來看一下 欸 水溪可以 擴散作用的配方 是喔 感覺這樣OK 超想選 對不對 這個水溪 這個珊瑚 這個水木 這是屬於刺刺刺刀動物 那刺刺刀動物的話 構造很單純 它直接跟外界擴散 它沒有循環系統 沒有循環系統 循環系統的話 你硬要講的話 就是圓海槍到槍腸動物 因為它有消化循環槍 但扁形動物也是消化循環槍的 所以水溪刺刺刺刺刺刀動物 或者我們自己講 槍腸動物啊 其實它沒有這個循環系統啊 那所以不是開放式 不要以為簡單就是開放式 大家趕快再往下看 這個扎龍的循環系統 那具有時候 對 扎龍是開放式沒錯 可是開放式也是有血管的 開放式也是有血管的 所以其實呢 它只是沒有了血管的 它並不是沒有血管 它也是有血管的 它是有血管的 這個我們是要學的 好 那接下來呢 蝦子的血淋巴 哇 好可怕也是對不對 那蝦子對 結石動物跟扎龍一樣 開放式循環 那開放式循環的話呢 它的血液 流一流 會跑出來 然後會跟組織液混合 那混合之後 注意到會血淋巴 這是對的 然後呢 可與俱勇 可與氧氣間 嗯 這邊就不對了 對不對 他們是屬於 我們是雅鐵離子 是血紅素 他們是銅 他們是銅 他們是銅離子 他們是血青素 青色的青 所以說在這裡 前面是OK的 來接下來 蝦蝦的血液混在血家 組織以後呢 這個要靠你什麼 這要靠你什麼 這要靠你知不知道 蝦蝦是無極翠動物 但是牠是必所視訊的 不過其實我猜你應該知道 因為國中是不是就有舉這個例子 好啦沒關係啊 可能高中有舉這個例子 OK 然後我們再往下看 那陸類的心臟後臟可以加 對啊 沒錯啊 因為我們有 其實鳥類也一樣可以了 我們有這個非常完善的 這個兩性房兩性式的區隔 可以把沖氧血跟缺氧血完全區隔開來 提升我們這個物質交換運輸的效率 這其實是沒錯的 我們要看喔 來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其實很麻煩 為什麼 又回到我剛剛講 如果你是屬於非常認真思考的 很用功又厲害的同學 這一題會造成你極大的困難 因為你會覺得很壞 因為從這個角度 當然你不要想說 喔這邊講的 哇 這句話根本無聊 因為你要搞的東西 跟這個根本完全沒有關係 你把這句話就直接搞掉 那這當然是一個新的技術 還可以精準的討論 部分你不要DNA把它剃除 有人可以說 甚至是剃這個 這個縣氏媒的發現 然後可以把DNA做簡潔 過程當中一個更厲害的發現 然後呢 這個我們有一個環蒂純厲害的獎 叫糖獎 那他的獎金 我記得是超過諾貝爾獎 糖獎第二屆的這個 收穫部分的這個得主 就是研究這個 有三個得主 好 我先不管這個 所以我覺得這句話很無聊 但是我主要要講的是這個 因為它的意思只是 我直接修改 然後呢 針對這個氨基酸的序列進行修改 然後接下來會產生中止序列 這麻煩在兩件事情上 第一件事情 如果我自己會背 你把它寫出來 你就會覺得我白背 另外一個就是 如果我自己會背 可是我記得是UAA UAHUGA 它這怎麼寫的是T啊 天啊 我們的密碼子 其實密碼子 充實密碼子 我們講的是mRNA 那你現在講的是DNA 顯然它沒有U 它是T 它是DNA 可是這種題目 我是不是要把它考慮成五端到三端 轉入過來要互 學生就開始思考 那如果完全沒有這種基礎 我完全把它拋開了 他就直接看 所以我才說 我不喜歡考慮題目出來 就是你只要帶眼睛來就夠 你不需要帶腦 對不對 我就看啊 我就完全聽你講 對不對 所以有可能教授是要你完全拋開自己 對這個東西的認識 就從我的這個文章來閱讀 那你有沒有發現 並不是有基礎的孩子讀得好 不是 有時候是沒有基礎的孩子讀得好 那這樣就不對了 我們要鼓勵的不是這樣子 我們要鼓勵的不是這樣 別忘了大絕不絕是會社會聚長 對不對 不是在做慈善事業 我知道我這樣講 每些同學聽得很次了 可是你現在認真 你當然希望你認真 是有回饋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其實 唉 我覺得這個題目 會對很多 想很多的東西造成混亂 那但是 如果到最後你還是答對了 可是你的時間上貼掉了 考試不是 讓你在有限的時間之內 答對率是多少 你這麼會花費 願意認真思考的孩子的時間跟心情 然後他答了之後 還不確定自己到底不對 那這種題目的效度高嗎 性度好 好啦 現在我們再往下看 所以你會發現 這題題其實超簡單 就是 你不要管我是什麼技術 什麼Krisburg K-Sign 不管他是什麼東西 對不對 重點是在於 你只要看到接下來的序列出來 這三個 就表示他會停 就這麼簡單 就是考這個 考驗經而已 你念那麼多書 就要給你這個實力測驗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所以現在哪些選項序列 會造成假基因所知的蛋白質 會提導終極在這套 所以簡單來講 這就是考驗經 然後呢 你要知道 在這邊已經告訴你 有沒有 三個還算-7-1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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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你連三個還算-7-1組 你也忘記了 沒關係 他都已經告訴你 我們在佛心裡面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從最後來看 三個還算-7-1組 來我畫一條線來切 然後呢 三個還算-7-1組 三個還算-7-1組 還算-7-1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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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要錄影 是我自己的事情 沒有人要求我 我自己也知道 點在願地 我能幫一個市民 然後 這又是一間大家的實驗室 我是應該準備一下鏡頭 讓大家看一看 我們兩個人這樣 跟目標 我不好意思 因為我自己一個人 在這裡錄影 我就拍得很近 所以我都沒有拍得近 然後開窗戶 大家也知道 我們需要在路邊 會很重 所以我就整間 密密密 然後電箱也會壞掉 而且開電箱會有咻咻神 收音會熟得很不好 所以其實 反正 好 沒關係 原路地幫助講一大隊 你們對這個也有興趣 來我們趕快來看 雖然這樣切 無論如何切歪 或是哪裡切歪 無論如何切歪 好 剛說沒有 那我們來看 所以呢 你接下來就是這樣切 你不要像我這樣有一點傻 切不正 你可以拿個尺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 看看有沒有找到TATAG或TGA 這就是答案 超簡單 對不對 A對半天 沒有 A對半天 B對半天 沒有 C對半天 有沒有 有 OK TAA TAA 黃三天 中指區 接下來呢 TATAG TGA TGN 對不對 TATAG 有啦 這三個 你都不要在那邊思考 什麼五端到三端啊 什麼轉過來 什麼復補啊 什麼踢啊 什麼運動都不用 就是靠眼睛 它不讓你粗雜的頭腦 它只要你厲害的眼睛 對不對 所以這裡就是這樣 好 來接一下網 還沒完啊 來 關於上述提導中指特性的假基因 假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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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任何 剛剛呢 你不管他表現或不表現 也應該在複製的時候 還是一樣複製嘛 而且呢 是帶一個辦法 所以這個 什麼樣是對的 來接一下的話 那也是一樣 還是會轉入轉移嘛 對不對 他轉移後來 他還是會轉入 轉入完之後 轉移會在哪邊 中指 那是後來的事情 我這邊只會轉移 所以這個情況是對的 好 好 來接一下網上來看看 所表現的蛋白質 仍可執行 這個 Exon3 所負責的功能 沒辦法 為什麼 因為他其實已經在中間 他提問的是 關於上述提導中指 那我已經在2就中指了 就不會再往後做 我們在2就中指了 就不會往後做 那我們這邊 欸 他有沒有講是整合的 好啦 沒有 這個 1-狀 跟X-狀 我們就把它當作整合 好 那我們這邊不管去 好 所以從這來看的話 你看 2就已經停了 中指就中指了 轉移就中指了 就不會再往後做 所以這個就沒了 然後接一下 因為他是停在2 他是從1過來的 所以1的話呢 還是一樣 你的1的部分還是會做 1的部分還是會做 然後2的話就中指 然後接下來 你如果把1移到細菌 所以如果移到細菌 就表示這不是在細菌 如果剛剛有問了一個 就是真的 好 所以還是一樣會發生 在這個分子的層級 大家都是一樣的在對應 都是我們講的這個轉入啊 轉逸啊 然後對應來計算 這都是一樣的 那人家轉入的這個位置啊 這個有沒有核膜啊 所以是在氣膏核內轉入啊 還是在外面轉入啊 那當然會有差異 有沒有收視啊 那會有差異 可是這邊單純的那個對應的 這個中指定還是什麼的 這個是一樣的 所以移到細菌 移到針菌 移到植物 都是一樣的 好 趕快往下看 來接下來呢 台灣種植的某種香米 是溫帶的日本種 跟台灣的台梗品種 然後這個這邊梗米 然後梗米跟仙米 OK啊 我們過來了 然後再來往下看 那這個日本品種 可能會在背 那你看到這邊 你覺得很怪 我哪知道啊 這個品種 我怎麼了解 你只兩句話而已 就問我 但是你可以把它放掉 為什麼 兩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 它如果是三倍底 三倍底是不韻性的 那你要用來雜交 對不對 你要用來雜交育種 你不韻性的 沒辦法雜交育種 所以其實雜交 就是雜交要有後代有環質 能力看品種好不好 那不韻性 三倍底是不韻性的嘛 基數背底一定都不韻性 因為沒辦法正常配合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的話 我們吃稻米 稻米喔 其實核本科稻米 它是一種複雜的植物 它其實一個一個的稻穀 是一個一個的果實 叫做銀果 脫穎而出的 那這個銀果的話呢 它其實我們要吃的時候 會把它打穀 把它殼打掉 再把它精緻 到最後我們吃到最後的這個白米 是它的種子 而且甚至都打光的時候 剩下配肚 那三倍底的話呢 它會 例如說像五子西瓜 我們高中學最有名的 這個三倍 五子西瓜 那五子西瓜的話 它其實就是 沒辦法正常配對 所以它的種子發育會不良 所以就五子 那不是稻米 我們吃的是它的果實 最後是種子 對不對 那它如果也是五子 那你不能吃個五子的稻米 那你要吃什麼 我們不是說 稻米主要吃的那個米飯 主要是它的配肚 是它的種子 所以這個可以把它花掉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這個 它是日本跟台灣的雜架以後 然後種在台灣 有沒有 台灣種植等 對不對 種在台灣 所以從這來看的話 當然台灣的緯度比較低 溫度比較高 所以呢 會比日本的 要耐高溫的氣候好 就是對的 好 那接下來這邊來看 它是一種基因改造的技術 沒有啊 雜礁育種 雜礁育種 並不是基因改造 就是很傳統就有 很傳統就有 那 那 雜礁育種的話呢 不管怎麼樣 這個稻田裡面 人工種植的 它的多樣性都不會比得深的 都不會比得深的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那 這個也很好玩 很多人其實不懂 但我們自己 可以這個認識稍微多一點 就對於遺傳工程 沒那麼害怕 那很多人就會很害怕 它會覺得傳統育種都很OK 遺傳工程就很恐怖 可是傳統育種之所以能夠成功 還是因為背後的基因發生重組 所以追根究竟是基因 不要傻傻以為 只有基因改造的基因 什麼生物都蠻有基因的 所以其實從這來看的話 它其實可能就是 育種本來就是一個基因重組的結構 那只是遺傳工程的話 可以快速精神的育種 那這個打架育種就變成一次機會要實踐 好 來趕快最後一題囉 好 我們再講好久好久了 來接下來我們再看 哺乳動物 哺乳類企理交換的敘述 下兩者項目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不論體型大小 因為體型大到某個程度 單純的擴散就沒有了 就必須要有相對應的 呼吸系統 真的是幫助的循環系統要出現 那但是呢 真正到最後 不管是在呼吸器官跟外界的氣體交換 還是在組織間跟每個細胞的氣體交換 到最後其實真的靠的還是擴散 到最後靠的還是擴散 所以它都需要大的表面積 所以這個手上是對的 然後直接這樣 它可以直接通過細胞模式沒有錯 但是它是溶於水之後 它不是氣體直接過去 難怪想要有氣泡嗎 沒有這樣子 所以其實它是要溶於水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這個脊椎動物的血紅素 只會與氧結合這就錯了 為什麼 因為它還會跟氧化碳結合 或當然那是重點 那個我們不管 它還可以跟氧化碳結合 那你不要想說 我只跟氧結合 所以呢 我的運出效率才會高 沒有耶 跟氧化碳結合效率也不會變差 因為帶氧是在這個壓結離子那個 血色路基的壓結離子那部分 那帶二氧化碳的話是在氨基那一段 是在氨基那一段 在氨基那一段的話 會形成這個碳氨血紅素 我只要碳氏氨基血紅素 兩個是不會互相提搶的 所以其實這個就把它化掉了 來接下來的話呢 這個多數的二氧化碳 它當然是講乳乳類的 那或者我們就可以講乳乳體文力 多數的二氧化碳 並不是直接溶於血漿 少部分才是直接溶於血漿 那多數是怎麼樣 多數是藉由碳酸乾煤催化 然後呢 變成碳酸 欸這個是不是 對不對 它會變成這個 然後再加上一組氧 是不是 它會水乾氧化碳 碳酸乾煤催化 那這個反應反應就會自然進行 只是有效率催化會快很多 然後變成碳酸 然後再解理成碳酸 青根或叫蟲碳酸根 然後還有這個質子 對不對 所以它說多數的 直接溶於血漿 是不對的 這個多數的是我們剛剛講的重心處 然後接下來 依選上的文法很有趣 我猜剛剛可能也考慮過 然後後來想算不算 因為有個句子 再怪你看久了就順了 所以有時候修句子 修半天到最後修不下去 是因為你已經看習慣 血液低PH值 這個很奇怪 它說為什麼不會講PH值低的血液 或者它不會講 會氧化碳濃度高時 會讓血液的PH值下降 所以我覺得有很多 很好的解答 不過它這樣搞也沒清楚了 血液低PH值 會在體內氧化碳濃度過高的時候 不要讓氧化碳濃度高 我們不是講氧化碳濃水 雖然是弱短的 但是總是酸 會有這個啊 對不對 這個就會讓血液出現EPPH值 是不是 所以這個選項是對的 儘管我說它的文法有一點怪 不過希望它能夠看得出來是對 好吧 就這樣 由你把手講的一大堆 而且跟大家抱怨一大堆 那這個目視題目是正常的 正是無由於待機 難免有時候會有一些 敘述上的語法 我們是不習慣的 然後它描述的概念 跟我們學的是有一點衝突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告訴你 遇到這個你就這樣 遇到那個你就那樣 沒有這種心法能夠讓你一概而論 所以我們就變成是要遭遇在 每一題每一題 我們都把它仔細的搞清楚 然後了解它背後的原理 那那些在飄渺的 真的要去這個 意測出低者在想什麼 因為我們就不管 所以我才不講後面的題 對不對 那當然也遇遠 跟我們自己來講也有關係 那總之 107年的這個指考科學題 15題就這樣 那希望這樣子 對大家有幫助 祝大家要指考順利